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一个年龄就要做多些断捨离 那些书以前我很捨得买 很捨得吵的 现在就觉得再带着这么多书去到处漂泊就不是太方便 所以尤其是科学书有些不更新的那些 我基本上就是扔得就扔的 就让我找到一本就是叫做是我高中时候 应该想一下1996年1997年左右 去书局打书钉的时候买了一本叫做《钟眉子之谜》的一本的书 那我自己去决定扔不扔的时候我就回看了 裡面都叫做简单地介绍了什么是《钟眉子》 然后当时我就很牙策地觉得就是说 学校A纯粹介绍了有一样东西叫做《钟眉子》 但是我那时候自己看课外书 就已经学了原来世界上是有三种的《钟眉子》 接着有一些叫做《反钟眉子》 接着甚至乎也都知道那三种《钟眉子》之间 是可能在研究最前缘里面遇到有些什么未解的问题 那到了事隔了二十多年了 就是二十六、二十七年了 那我发觉里面这本书很多东西已经有了答案 就已经经历了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对于《钟眉子》的认识是多了很多 甚至乎有一些很重要的结果 竟然是和身边认识的人也很息息相关 包括我们香港自己在整个了解《钟眉子》的研究 原来都曾经贡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来到这里就很感触了 觉得本书不update 算了 都是扔了 我们已经要扔下一些不update的东西 一些更新的东西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或者甚至乎看陈志宏的科学新知 也都可以知道一些了 那这本书就可以扔了 那本书我特意有拍给台长看的 那个年代很流行一些 很pocket size那么细小的科普书 不大的 很薄的 一厘米厚不到 一个pocket size 你就随时坐巴士 接着就看了 但是到今时今日 这件事我在电话里完全看了 所以我觉得一些又不update 又这么细本的东西 不如就不要了去算 你留下送给我们也听众了 是吗? 我和台长又签一签名 不要找我签了 是的 我写下如果你要有更新的资料 就要看我们什么时候 哪一集的科学新知 是的 或者去看哪一个的网站 那我觉得也有个意义在这里 这个如果是经台长的劝语 那大家不介意去托我这些二手东西 那我先留住他 下次带回来 或者到我们又有网罪的时候 就看看哪个不幸运 又抽到 那这样就处理了 那我们觉得看书籍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益的新活动 就是无论书籍的 不过有个题我想问你 你看过在中学的时候 我特别说中学的时候 哪本科学书你觉得是最厉害的 就是关于科学的 关于科学 我这样讲 我自己那时候 就对于那些化学和生物科 没有那么多兴趣的 我看数学和物理我就看很多 那我一不就不看 一看就看那些量子和相对论的东西 那觉得那些够深的嘛 那另外呢 我看什么呢 就是看那些世纪大难题的系列 那很多我看的那些书呢 都是台湾出的书 就算是台湾出的也好 原来很多是台湾 他在大陆找到很好的作者 再将它由这些简体字的书 放了去 又变成了繁体中文 由台湾出版 于是我在香港买到 那就是小弟那时候 都在倚言行书店 很获益良多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当时就是 有人写好书 有人愿意卖好书 也都有人肯去买好书 那现在整个生态 我觉得就破坏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就是现在我看回 就是我觉得这一字很值得 就是回顾这27年来 我们对于中微子知道多少 也都甚至乎就是说 去看回我们 就是香港在这里贡献了多少 不过意又可以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那种 那种学习的习惯又变化了多少 是啊 这里我又要讲讲我自己的经验 我一直都有看过一本书的 英文中英文 但是我很深印象 在1973年有一本书 是中文本地人写的 香港人写的 《黑洞》 如果有哪位朋友有看过这本书 那本书是黑色的 一九七几年说黑洞在香港说呢 最尖端的 因为那时候如果一九七几年 是第一次怀疑有第一个黑洞的观察 那天鹅座X1的那颗星 到后来证实了是对的 是黑洞来的 但是当时是最尖端 初步怀疑是我们发现黑洞的时候 70年代 是啊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书 其实对我们那个启蒙 是很有帮助的 你这样看我又拆开提外话说多一本 我现在直接说 越说越多了 这本 哇 这本很厉害 这本很厉害 80年代的 我八岁的时候的书 这本书绝对是香港人写的 我想香港的天文学会 坐井会那班人 一说这位作者 你们一定是如嫂加珍的 就是李宝文 李宝文去編著的 整本书 但是我会说 绝对是我开启我天文学兴趣的启蒙书 现在看有很多东西不更新的 但是不能写 因为香港人 曾经试过出过那本的书 我觉得我很珍惜这本的书 我已经讲到中微子这些东西了 我们是时候要的 你要这样的 你这样讲一讲 中微子是谁发现的 谁是估计有的 不是發现 这个要数一下 差不多是100年前的东西 就是说到三四十年代 当时我们才刚刚发现 连那种子 都才证实了不久 就是三十年代 最初我才才知道有中子的存在 就是一個原子 你看元素周期表 裡面有些輕一點的元素 重一點的元素 就是那個元素裡面 你就要看看那個原子核裡面 有多少的質子和中子去砌 那個質子數是決定了它的元素的性質 但是裡面呢 它除了質子之外 也都有一些不帶電中子的東西 來幫你整個原子去打包黏在一起 譬如碳這個元素裡面有六粒的質子和六粒的中子 在它的原子核裡面 外面就有六個外圍的電子 這個就是一個中性的碳元素 好了 這個不是最終的圖片來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原子世界裡面 你如果把質子和中子再仔細看 它是有更加微細的結構 那些就叫跨黑 然後呢 有一個很獨特的過程 講的是這個三十年代 美四十年代初的時候 你又要看回 現在台長展示出來 Powley 和 Fermi 這些人 他們當時去了解那個beta decay 就是由中子 一粒中子 它不穩定的 它會經歷十多分鐘 它就會分裂成為一粒帶正電的質子 還有一粒帶負電的電子 那如果就這樣想很正常 一個不帶電的東西 出了一粒正的東西 和一粒負的東西 那個電荷就能平衡到 但是量度來量度去的時候 我發現很有趣的是 他們最後那些動量的分佈是有偏差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那個電荷素手行 但是對於那個能量手行和動量手行 是有一個偏差的 好像有一些東西 我們是脫了出來 但是我們看不到數不到的 那麼有人就提出一件事情 就會有一些叫做不帶電 但是在這個beta衰變的時候 就會產生到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叫做中微子 Nutrino 其實率先去發現這個 提出這個理論去說這件事情 那個人其實Fermy是有份的 他還特意寫了一個論文去投稿 去那個自然的期刊那裡 Nature那裡 但是自然的期刊呢 是reject了他的 說他這件事太過V混混了 就是太過科幻了 你在說一件完全沒有人見過的東西 一件很科幻的東西 似乎在現在都沒有辦法證實的東西 就說他存在在這個beta衰變那裡 那就是 當然了 當年Nature期刊這個行為 現在這次看到就錯了 最後我們是能夠 就是我這裡省略了一些故事 經歷了之後幾十年的努力 我們是真真正正看到這個中微子 所以到了我去買這本書 這個1996年左右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發現了中微子 不單止發現了中微子 而且還發現了中微子 是不止一種的中微子 原來中微子和我們的跨黑 都是有好幾種的 如果跨黑就有六種 中微子呢 如果你只是計它 將它對應的電子和中微子加起來 又是有六種 我們就令整個認識這個粒子物理 最基本去構成我們看到的物質 那個單元那個理論 其實你是要透過其中一樣 就是你發現了中微子之後 你才能夠將整個圖像是完整了 有了之後 就應該有人證實這件事 到什麼時候 我記得是1950年才是證實了有 是的 證實到有 那都是譬如有那些 和Beta衰變有關的 我們那些叫做 弱相互作用的核反應 那裡證實回來的 我們就嘗試看看 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中微子 一個叫做 其實不是中微子 是一個反物質的中微子 如果去打入一個的質子裡 能不能夠幫我還原一顆 中子和一個的正電子呢 有一種這樣的核反應呢 理論上可行的 實際上見不見到呢 如果見到的時候 我們就有能力去證實到 有中微子的存在了 這樣子 那當然了 最後的實驗結果 我們找到是有中微子的 那你說這本書 都有成一厘米的核那麼厚 只是講故事講不講那麼多呢 不是的 因為其實同時之間 我們發現到 中微子不只有一種 有很多種 那因為我們其實也這麼說 就算電子也不只有一種的電子 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基本粒子世界裡 能夠擁有一個單位負電量的粒子 除了電子還有另外兩種 一種叫做mul子 一種叫做tow子 電子有去對應的中微子 mul子有去對應的中微子 tow子有去對應的中微子 這裡所以就有六顆東西 再加上六個夸克 然後再加上其他淋淋滋滋滋滋滋 整個粒子 物理整個家族 是有十八粒的 OK 那我們就逐樣東西慢慢找齊 到了1990年代的研究 其實就是說 我們已經不僅止找到 最初的那種電子中微子 我們還找到一些叫mul子的中微子 和tow子的中微子 就是這樣 就是你用一個不是太過對的比喻 他那樣東西就好像一顆不帶電的電子 類似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他們都屬於同一種叫做leptons 一種叫做轻子的家族 他們不是幫我們形成原子核的中子和質子的 他們的性質就更加像是電子的性質 就只是參與一些叫做弱相互作用 那就是有很多這些詞彙太深的 容許我這裡就不要一一太仔細去講 但是起碼我們知道 去到這個90年代80年代 我們已經累積了一個知識 就知道這個世界上是有中微子 而且我們知道中微子是有三種 就是那個電子中微子 Miu子中微子用tow子中微子 而且一隻比一隻重 然後當時如果打開這本書的目錄 它有一個就是講到叫做太陽中微子之謎 回憶一下就是1990年代 其中一個我們未解的問題就是 這些這樣的中微子很有趣 有核反應的地方 我們就應該會是測量到中微子 所以如果有核電廠 在核電廠旁邊我們是會量到中微子 我們是會量到的 宇宙有很多宇宙射線裡面 很多東西是產生很多跟核反應有關的東西 所以因為宇宙射線產生中微子 我們都會量到 甚至乎正正在這本書 成書的時候的1990年 日本就是那個神光一號 正正在建構實驗 準備開著去量一下中微子 他們還想量到一個效應 就是幫我們解決那個太陽中微子失蹤之謎 很有趣的 在當時的那些探測器 我們是知道就是有三種中微子 但是我們似乎不能夠理解到 這些三種的中微子 原來是有一種我們正常人很難理解的量子特性在背後 就是它由一種變成第二種 變成第三種變來變去 這種就是中微子 它用了一個很差的翻譯叫 Neutrinal Oxylation 直譯就叫中微子震盪 但是這個翻譯 我覺得是一個很差很差的翻譯 正確來說就是中微子會變種 我就會說 就是說這三種中微子會變來變去 隨著它在空間一路走的時候 它這一刻是電子中微子 下一刻是另一隻 再下一刻可能是韜子的中微子 太陽來的中微子 它走過這麼長的距離 的確是會有變種的情況出現 正正是因為它有變種的情況出現 令到很多時候我們的探測器 就會探測到其中兩種就錯了第三種 所以在我們去數一下 由太陽來的中微子那裡 是曾經經歷了一個時間 我們數的也都數不齊的 太陽有多少的核反應 我們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去估計太陽有多少的中微子 產生出來的 我們比我們量度到 我們應該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就是在1995 即是1990年代 到2000年頭的時候 當這些神光這些機器 還沒去建構好的時候 我們發覺 我們經常數漏了那些中微子 所以當時 即是 當後來有日本這些研究小組 幫我們將這些太陽 中微子失蹤之謎 去解決了之後 就頒了一個諾貝爾獎給他們 所以我們一直講過就是 能夠發現到中微子 以及檢測到中微子有不同的種類 以及最後就是去解決了 中微子原來會變來變去 那些中微子特性的問題 每一個都頒了一個諾貝爾獎出去 諾貝爾米利學獎出去 而我自己原來不知不覺就見證了 其中一個就是說 由神光一號去建成了之後 到證實了中微子之間 是那幾個三個品種之間 會變來變去這種很獨特的特性 原來就是在我買了這本書 看完這本書到今時今日中間 這段時間就是我們近二十多年來 去證實到的一件事 那我們很幸運 很多時候我們成長的時候 我們發覺很多問題 咦 我們過了幾年之後 我們發覺原來差不多 就是叫做答案 黑洞就很明顯是 就是由我們去看 我們懷疑有這件事 推算也有這件事的時候 到我們這幾年 拍到黑洞 和你剛才說的這個中微子 由Powley他去估計推算 到證實 到我們今天可以很詳細 很精準去研究 有一個我們沒什麼時間去講的了 就是香港的大學 其實也有在近年 有參與最尖端的中微子的量度 但是礙於我們的節目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留下我們下一次 或者這樣講 讓我用一兩句時間講了 而在這十幾年 香港的大學 就聯同國內的頂尖的科學家 是研究到其中一種中微子 去變成另外一種中微子 中間變換的機率 那個數量量度得很準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基本的貢獻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量度到由電子中微子 變成韜子中微子的變換機率 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和這個中國科學院 一個非常之在基本粒子的過程 而中間竟然就是 我自己 我當然沒有機會去參與 就是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沒有這個項目 到我畢業的時候 他們做了也有結果 你發覺 原來這二十幾年來 到我決定這本書已經不更新的時候 中間已經發生了很多事 很多新的知識 很希望在其他的物理發言裡面 可以重複這個故事 於是我們的節目就多些話說了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